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场八人军场的比赛 喜欢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军真的话是一个 我们这里要写了一个 敦位将的一个主题 那么敦位将不言而喻的话 就是能够给出一些高叔叔 高伤害的一些武将属性 那么这里的话例子就比较多了 我们就微地去 当然这里除了一些自身的强度 还包括一些铁锁在里面 好我们言归正传 直接进入今天的这个录像 那么今天录像要感谢 琴娃和忠祖世系提供的素材 这个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场 第一场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教主 这边应该是个教主主 还没选出来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这个是感觉是系统出了问题 张角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孙策 孙策在这边 那么这个 教主 妙翠脚 瞬间化身 小霸王 这个也是非常六 那么不管我们说过已经强调过多变 不管你是老教主 还是新教主 这个一般的话 在场上还是那个嘎嘣脆的 响亮之胜 那么场上的匠面而言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月银一般你这个月银选在场上还是比较偏凡的 毕竟你月银如果攒到一手的锦囊牌的话 那这样之后的话你主攻啊面对教主肯定是分分钟把他打入18层地狱毫不留情啊 而且你看锦囊里面决斗火攻过拆顺手是吧 南蛮这些都是分分钟要老教主新教主啊 通通拿命来 通通拿命来 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来说 因为你本身反贼属性就比较强 那么这个地方他是直接跳反的 那么另外场上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啊 这边有个小偷张和应该来说他的属性应该也是比较偏反的 毕竟你可以控啊 教主的手牌啊 这可以分分钟又卤光是吧 那么同时啊 我们这里啊 我们自身的技能跟张和有点类似啊 可以卤牌 那么这个卤牌的话应该来说也是有可能偏反的 但是不同的在于我们啊 这个有黄天的技能可以配合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控反贼的装备 控反贼装备之后可以跟主啊 说不定有的时候可以形成配合啊 那么紧接着月鹰的啊 蛋蛋加侧侧 两位啊 这个长枪出击 直接再次啊 拿下教主娘血 然而这边郭佳直接跳中了 那么郭佳这个忠诚的属性啊 也是比较奇葩 那么一般你而言教主在场上 不可能你说别人去打你国家了 那么这个地方感觉啊 有点类似内奸啊 不太像 不太像 很明中的忠诚啊 是吧 那么我们待会可以再看 那么首先这个铁锁掳起来啊 掳起来 那么现在三中已经明两了 那么张合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反贼了 我们这边啊 到了我们这个回合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注意啊 怀疑啊 首先是不同颜色 那么有红有黑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为了保证自己不掉血 可以啊 应该这个闪点下去 那么再拿一张红雄心 掳一掳 但是这个地方啊 个人的话 可以推荐啊 就是掳着啊 多掳几个人 有可能啊 还控一下这个桃子 因为你留一张红纱 这样直接可以跟教主行人配合 是吧 那你另外三张再拿出去啊 诸葛再拿一个装备 月银拿个手牌啊 张合或者孙策再拿一个手牌 这张装备是必拿 月银是必拿 另外两个人可以拿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啊 刚才这个啊 你这个给闪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你作为忠诚爱人的话 你这个没必要保自己说啊 我拿了三张牌 自己掉一血不划算 这个没有必要 完全没必要 你刚才拿牌的话 还可以控他们手牌嘛 是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 很明确的一种打法 忠诚一定不要怕掉血 一定不要怕掉血 那么这个难门开出来 最后也没有啊 这个收掉人头啊 虽然我们这个大铁所配合大教主的啊 黄天啊 这个大黄天 是吧 天雷滚滚 天雷滚滚 但是依然啊 没能收掉反贼 这样的话 张合紧接着再掳教主 那么教主又再次啊 虎口脱形 那么就看后面啊 这种残局的情况下 忠诚能不能打出啊 这个能收掉 如果能收掉的话 那么这边啊 哎呀 这刚说如果能收掉啊 这边的话 教主就看教主 有没有一闪啊 那么现在的话啊 这个 当然保了一杀 就求他断杀 求他断杀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那么这里的话 那么你张合啊 没能搞掉主攻的话 那么后面 撕嘛 还可以跟这个 教主啊 形成配合啊 那么这里没有直接跟教主 说如一如这搞不懂啊 难道没红吗 那么我们再看啊 再看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来说 这个内建也没什么优势 只要能把张合搞掉 一生纵横 可惜了 可惜了 张合的话 这个地方 他也不太好杀教主 不太好杀教主 是吧 你这毕竟自带八卦 那司马在那边的话 你想要打教主 很难 那么这局啊 基本来说应该是 嗯 结束了 那么好评就在于 我们这里啊 你看其实我们这个忠诚 打出来的话 应该来说啊 还是打出了一个配格的 应该我们这个就是黄天啊 给一张 给一张 然后啊 天雷滚滚 给我批 然后大铁锁四年 霸邪 这里已经迷信了 这个你不回来 这个时候他回来 然后我们再配合 十二一刀 那么直接啊 这样的话 就是妥妥的应该来说 不凭A死你啊 都是被天雷搞死 被天雷搞死 那么我们最后 还就还就 没什么问题的 教主都可以 不用考虑啊 把诸葛代尔说两行 就稳定的 这个 搞血啊 回血 回到买血状态都可以 这种稳定的打法 这就是新教主的优势 我可以慢慢回血 定会为我复仇 那么第一局的啊 敦位将的概念啊 主要就是还是 这个全雄武将 跟教主之间的一个配合啊 主要我们这边怀疑啊 可以卤装备 那么这样就不愁啊 即使远位的话 有的时候啊 一张武器牌 就足以跟教主形成啊 雷击啊 驱雷测电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 敦位将就是 月音在这里 这个选将的话 反对选将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月音跟张和这两个 应该是明显 可主动的 好 那么刚才一个四锁啊 八血 还是一个小沉吨吧 跟教主之间的一个配合 这个感觉是系统 我们的bug啊 这边又是还是孙侧的 那个屌头像啊 那我们不管 这边是徐胜啊 注意徐胜啊 大家统统化身小霸王 统统化身小霸王 哎呀这边结果皮肤给换回来了 那我们不管 现在的话 这个场上一般啊 独菜一般是比较偏反的 是吧 降位选在这边啊 这个 毋庸啊 这个毋庸置疑 那么这边香香直接跳钟 徐胜贴楚的话有可能偏反 那么二张是已经跳了明反 那么现在的话 这边已经是盲锁起来啊 那么现在对我们而言啊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定位 是吧 你理如要依靠焚尘灭气啊 打出一波伤害的话 那么应该来说啊 还是要依靠能保住这个铁锁啊 是最好的 是吧 能保住这个铁锁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到了我们这个回合 注意这个难蛮 你是考虑怎么用啊 你可以考虑直接灭迹 扒一个反贼的啊 扒一个反贼的人头 但是注意啊 你待会要开焚尘 那么你扒完之后啊 你的灭啊 把独菜收掉之后 你的决策就没法用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直接选择了 开难蛮而没有用灭迹 开完之后的话 耗光大压牌 掉大压血线 随你选择 那么最后啊 一个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轻无邪 那么我们就可以保住 这个大铁锁的效应 那么这样之后 我们焚尘啊 自然而然的有了效率 是吧 你毕竟难蛮轻过了手牌啊 不轻过手牌 大家都给我通通掉血 是吧 给我通通掉血 那么这里自然而然啊 这个大铁锁的效果 应该是打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 又是一轮啊 这个四锁八血 四锁八血 那么独菜虽然已死 但是啊 借周瑜在这个地方 已经啊 毫无生还的几率 我们这个毕竟 还有一杀 补给你啊 补给你 那么索性啊 他们已经没有逃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由于啊 已经断场啊 没技能 所以啊 刚才肯定是选择杀周瑜 你不要这时候还要忘啊 还以为自己啊 还有决策啊 说我去杀个学生啊 这样还可以最后啊 那个决策 受周瑜啊 这个纯粹啊 想法太多 是吧 这个一定要记住 刚才已经断场了 所以你只能顺着去杀周瑜啊 把这个人头给掳掉 好 那么祖宫我们刚才的坟城啊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里的话 应该来说啊 我们自身坟城啊 除了把反贼的血线 统统控住 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说什么 保了祖宫的觉醒啊 所以这里的话 最后啊 这一波坟城 打的非常的精妙 打的非常的精妙 毕竟前面忙 忙锁了之后 对我们而言啊 就是非常好的 那么现在场上的话 其实祖宫已经觉醒状态 你香香跟曹植这两个人的话 整体啊 相比较而言 香香内间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毕竟你这个啊 消极克祖宫的阴魂 是吧 那这样的话 那祖宫即使觉醒了 打香香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控一控香香 曹植啊 并不太担心 毕竟你曹植 要打主攻啊 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啊 那香香这应该是直接是内奸了 但是你这个爆发啊 没有完全能够啊 打出最后爆发的状态 那么我们这就啊 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明朗 我们已经断成了 你香香啊 这个必须啊 主攻搞死你啊 搞死你啊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啊 直接啊 可以弃牌 陶瓷什么的 不用吃了 不用吃了 你就为了给主攻啊 相当于给主攻买个定心丸啊 买个定心丸 这没必要 他们主攻你看这继续控场 继续控场 看我的厉害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就应该来说啊 我们主攻直接啊 这个最后跟我们一起 然后开个难门啊 那么还是打得有点啊 最后有点谨慎啊 万一是吧 万一你是个内奸啊 那万一到时候是吧 天命啊 有的时候 你还主攻不小心掉线了 所以前两场的话 应该来说啊 整体而言是一个 一个是教主的雷击这种啊 两点输出 配四铁锁 第二场是一个啊 又是两点焚尘 配四铁锁 这样的两场的话 应该是啊 沉冲伤害 已经很明显了 很明显了 还还这一局又是啊 但这一局的孙子 应该这个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嗯 我们这一局的话 是一个树大爷啊 是中城 那么场上大家看一下 那么感觉啊 沉冲哥啊 在这个应该是比较忠诚的 那么庞德啊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他去杀教主 教主没有批主攻 而选择了去批庞德 那么教主这个地方 大家去想一想 这两个人的身份啊 有点可疑 你如果说啊 庞德在这里的话 他可以啊 选择直接打主攻啊 如果他是反贼 但是他又开始 所以有点啊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那么教主又去批他 那么这个打的有点呢 有点呢 所以这个最后感觉 这两个人有点在撕逼啊 撕逼 那我们这个地方 不管啊 你庞德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这边啊 很果敢的啊 把你撸空 然后一个又是一个四年大蝶索 九雷杀 送出了再次八血的伤害 那么这个八血的伤害 我们由于是忠诚啊 那么这样紧接着再追加火攻 那么没有逃 你马里老师直接阻吧 直接阻吧 那么现在这个场面 我们大家再想一想 刚才这个局型啊 庞德是反贼 去杀一个教主 那么他从反贼的角度想啊 教主你不去批主 而去来批我 那么他肯定以为教主是中 所以庞德刚才的话 他又去啊 乐教主 所以这个地方可啊 我们的这里判断他反贼 可能是这一句 是吧 那么教主还有可能是忠诚 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想啊 那么另外一种想法 也有可能你庞德啊 就是你教主啊 你庞德是忠诚 教主是反贼 就批你庞德嘛 是吧 就批你忠诚 忠诚控反贼 这也解释得通 所以刚才这两个人 这个我们这个赌还是赌对了 而且赌的比较大 那么现在啊 这个一轮啊 这个已经到了七八位的时候 陆年轻在这个地方 直接跳了忠诚 然后啊 各种南蛮 然后火攻决斗 那么这样的话 不念师啊 由于刚才我们自是啊 他这个南蛮已经亲过杀了 所以这个决斗应该来说不成问题 最后啊 陆年轻 有了神弩 神弩在配上主攻的大制霸在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来说啊 他的这个灵仪效果应该已经发挥起来了 那么发挥起来之后 他可以继续啊 在这边搞一搞 那么由于啊 我们这里两位之吧 那么所以整体而言啊 结果他这个运气不太好啊 那么整体而言 而言的话应该说 这个场上路顺的发挥应该还是落错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场上的话 由于这个农民已经被控制这屌压了 那我们直接开弯键 都不怕你叫主观 什么来一个天雷 那么你农民啊 已经被勒住 那么三个屯田的话 已经是无济于是 让你觉醒啊 让你觉醒啊 死在觉醒的路上 有去无回啊 有去无回 那么教主在这个地方挂这个闪电 肯定不是好运达 至少是个内奸是吧 来不过来的 那么就看了农民死完之后 是个什么状态 那么这里主攻一个长距离的大决斗 乌乃江东小霸王 那么现在的话农民已经是内奸了 那么教主刚才应该是反贼了 所以刚才这两个人撕拼撕的有点那个 其实有的时候反贼输就带什么 打得不够名了 打得不够名了 其实可以很简单的 就是说 比如说庞德你在这个地方杀教主 可以批一下主攻是吧 你可以批的一血也行啊 是吧 你如果怕主攻一轮后面的后卫的忠诚 送主攻觉醒 你可以就批主攻一血嘛 这样打 打下去总比啊庞德这样跟你互搞 内部消耗 这个得不偿试 那么我们这一场依然是一个大铁锁 加上 加上一个九上 这个心入为主 九上八血 那么这个九上八血打得还是非常赞的 整体把反贼困住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场 这边又有分测 结果春歌化身 这个得春歌 不是得春歌 姓春歌得永生 这个幸亏皮肤把这个角色给转换过来了 不然真是春歌永生了 春歌永生了 那我们这里直接跳了一个大反贼 嗯 这里的话应该来说 匠面 赢到很多了 那么借里点一般场上比较偏装一点 这个无将属性摆在这里 那么这一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场上的 你说能打出敦位伤害的 张松是可以 春歌也是 李箭也是 路神有的时候也可以 二张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绵弩也可以有发挥 是吧 这个都是一些 所以这个整个场上都能 那么我们就看最强是怎样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来说 这个场面的话 两边啊 从武将的强度而言的话 应该来说 都不算特别弱 那么里点在这个地方 红杀反正用不出去 然后送了主攻啊 咱来摸个爽快啊 骚骚痒痒 是吧 苦力 那么这个地方 张松送了一个桃子过来 其实他桃子可以留着自己待会儿啊 说不定手上还有一头 那你这个这个线图的话 肯定要掉钱 那么你可以留一个桃子待会儿啊 我们那个强制的时候 博文强制的时候 可以利用桃子啊 这个刷牌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啊 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除了啊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还有配合 张松这个地方 这样让你这装备给出去 这是妥妥的 妥妥的 那么这里的话 张松已经是 博文强制 强制到一头 你看这样的话 就可以刷基本牌了 基本牌 一个九杀 直接把全都标到一起 然后这边啊 腾甲受伤啊 腾甲受伤 然后啊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裤裆 掏颅 再次重现江湖 那么这样的话 刚才一个啊 天锁九火杀 直接打出了啊 无血伤害 无血伤害 趁哥两血 离点三血 这样最后再利用这个决斗 这样的话 妮妥又可以继续发挥 那么整体而言啊 张松的强度已经完全啊 标出来了 那么最后你看各种基本牌杀 刷刷刷刷 头啊 酒啊 啥呀 这样的话可心疗 可心疗 如果这个地方他继续啊 来几张 那就直接啊 我们可以出 又可以出他的啊 瞄主啊 瞄主了 啊 然而这个没有啊 那么最后他这个地方也不木马啊 塞过来也不黏主 我举荐我们啊 这个有点比较坑啊 比较坑啊 当然啊 那你要给出来啊 我们这个可以 最后啊 这个配合打得更加漂亮是吧 木马啊 再过来 我们这个可以啊 这个是吧 轻黏银啊 黏主的话 我们这实力 你看这么多杀啊 杀主攻刷的爽爽的啊 杀的爽爽的 那么这一回 这一轮的话 应该是啊 张松一个 作为一个主视角 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错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四场的话 前三场都是一个铁锁四年 大巴血啊 各有各的妙处 最后一场是一个小铁锁加酒火煞 一个小无血的小 小灯位的伤害 最后 虽然这个灯位比较小 但是捏鲁毕竟还有所发挥啊 所以整个的话 应该来说 这四场大家可以还是看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看的比较过的 特别啊 这个正常看到 铁锁啊 这种属性啊 搞出来的时候 还是非常嗨的 把持不住了 把持不住了 是吧 好 那么今天的这四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